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世界卫生大会网络报名皆致 台湾确定没有收到邀请函 中国国台办说 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 出席WHA的前提和基础就不存在 责任完全在民进党政府 我陆委会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说台湾民意不可轻武 势必强烈反弹 这番对话显示两岸关系撕破脸了吗 中国是否要全面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 连写钻石会议都可以咆哮 把台湾代表赶出场 两岸关系从冷和到冷战了吗 而每日等多国支持台湾参与WHA 有没有实际的行动 台湾如果申请成为观察员 难度有多高呢 另外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国民党持续杯葛 连党团成员自己提案也被否决 那国民党一路反对 尤其是批评高雄捷运和轻轨 运量不足亏损多年等等 所以这就代表 其他县市不适合干吗 只适合在北部 但是高雄捷运就两条 再加上轻轨一条 陆网的范围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增加运量增加营收呢 那以此来批评 是否不尽公平 不过行政院是否也要扩大宣传 说服民众支持呢 下面一提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民进党立委叶宜金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文区华会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康仁俊 大家好 还有网路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先来看 WHA世界卫生大会 台湾没有收到邀请函 包括总统府 陆委会和外交部 同步声明表达遗憾和不满 来看VCR 用英文喊口号向世界发声 表达台湾要参与WHA WHA网路报名时间截止 台湾却依旧没有收到邀请函 民进党外交国防 和未还委员会的委员 大阵仗联合起来召开记者会 WHA的这个秘书处 它不顾普世人权 这个屈从政治干预的动作 把台湾屏蔽于全球健康 跟防疫网路之外 中国以政治力干预 卫生医疗这个全球重要的活动 以及台湾重要的参与 我们表达最严正的抗议 这是公然的粗暴的 用政治手段来违背了 WHA最基本的原则 中共这样的做法 只是造成两岸的渐行渐远 任何的破坏两岸关系的作为 我相信中国要付出代价 绿委向中国表达抗议 打算在国会通过声明 国防外交委员会更表示 如果有实质意义 WHA开会期间 不排除亲自到日内挖考察 不只国会 政府多个单位也同步发表声明 总统对于我国至今还没有收到 世界卫生大会出席邀请 表达高度遗憾及不满 也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正视2300万台湾人的健康权益 陆委会则是把炮口对准中国 声明表示 对于违背世卫组织宗旨 打压我政府 无视台湾2300万人民权益 国门表示强烈的不满与抗议 也强调 绝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压力 会持续向国际发声 争取台湾的权益 为什么过去马政府八年都能够顺利的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为什么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就不行 国际形势事实上是非常险峻的 民进党不能只用基本教义的理念来去治国 当然更应该考虑到在现实中如何去因应跟对岸来去做更好的沟通 绑匪绑架的人失票了 还怪家属去报警察 怪家属赎金付得不够阿沙里 如果有人还附和那个绑匪说 绑匪说得对你就付钱就没事了 我们台湾正有个政党正在做这种事情 该被谴责的是中国 该被谴责的是WHA筹办的单位 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 我们还是会如期的到日内瓦 进行各类双边的会谈 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度的强调 我们当然需要WHO了 但WHO也需要我们 世界是一体的 大家应该要一起合作 好我们看到台湾确定没有收到WHA的邀请函 那中国方面说 责任完全在民进党政府来先请到人俊 这是两岸关系双方从冷核到冷战吗 那我们如果会表达这个强烈不满吗 这次算是强蹦了吗 我想过去大家对于政治的这一块 当然两岸因为政治各自有自己的立场跟坚持 所以你很难在一个共同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之下 达成一定的共识 但是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大家有的一个默契 还有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其实就是说政治归政治 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体育或者是飞航安全 甚至以卫生的这个这一块来讲 大家的心里面我觉得共同的最大认知 应该是让他脱钩处理 过去台湾在医疗的这一块里面 事实上长久以来 其实那个领域上面 我觉得那个居于top的地位 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过去中国大陆在医疗环境 不是很好的状态之下 或者在某些重大灾害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 其实台湾在医疗的这一块 也没有给予少的援助 所以为什么在这些所谓的重要的国际场合 我们没有办法与会的这件事情 会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跟讨论 也来自于就是说 今天如果因为政治上面的分歧 或者是意见上面的不同 导致两岸没有办法交流 但问题是我们在医疗的这一块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这块是没有国界之分的 没有政治立场的问题 即便是美国跟苏联 或者是当时在冷战或二战 那个战争的那个时期 大家都相信说医疗 没有办法去区分说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而且你知道现在在很多的这个流行性的 流行的疾病上面 他很快就会互通 也就是说我可能今天在在哪一个国家 发生一个新的疾病 透过这个传播的方式 他如果坐了飞机或什么 过去有太多的例子 他很快就散步到全世界去 所以怎么样在这些会议里面 或者跟这个国际能够接轨道 然后各国获取新的经验之外 有没有办法把自己在这个所谓的相关的防疫 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医疗诊治上面的这样一个经验 跟世界各国做分享 我觉得其实在美式的这样一个国际的会议上面 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一点 所以当今天我们因为确定自己无法与会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 说我医疗水层太差了 人家不愿意你一起进来 还是说你这个台湾确实在过去一年 犯了什么重大的过失或怎样 大家就觉得说不行 要把台湾防堵在门外 今天不是这个理由 今天只是一个理由是所有人都知道 今天只是因为一个政治的立场跟理念的不同 导致中国大陆在这里面从容受阻 虽然说美国这其他的这个友邦也表示说 他们是愿意支持台湾 但是这么多票抵不过一票 我也必须讲这个叫国际现实 什么叫国际现实 当你进入到联合国相关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好 他如果需要安理会的这个会员国的这个同意 那今天里面只要是一个一个常备的这个理事 他今天告诉你一票反对 你就不能进去 可是在医疗的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因为这个理由说 因为有一个人反对 所以你们通通都不准进来 其他人通通都赞成 那我们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实在太弱了 对 但显然是这样子 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中国一国反对就其他人都没办法 所以我就讲 现在大家心里面就是认知 还有这个这个国际现实 就是告诉你讲说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反对 中国大陆他也没有机会 他也没有机会跟你讲说 就是我反对 你们才进不来 他就直接告诉你说 对 我们就是反对 因为你自己要负这个责任 可是我就必须讲 就是说对于台湾民众来讲 或者对其他民众来讲 今天不会因为说政治立场 我就被距离这些组织之外 这个是正常的行为 为什么 我还是这样强调 政治的部分没有办法说 在一处之间可以达到 那两岸都不交流了吗 即便在官方的组织里面 你没有交流 民间还是一样交流 那中国大陆现在是什么 是要报复心态是不是 就是要惩罚你台湾 为了某种程度 中国大陆在这里面 他采取是一个紧的一个措施 所以紧的措施就是说 他或许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逼着台湾这一边 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承认 承认这个所谓的 他想要你承认的诉求 不管这个诉求 是所谓的九二共识 还是他希望更进一步 因为你看得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 可能他的基本诉求 可能不是只有在九二共识 这一块上面 在很多的政治主张上面 包含到其他的国际会议上面 他其实要求的更多 已经不是在九二共识之下 还有一中 他明白了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希望你大家认知 是说台湾是在中国大陆之下 那这个的一中 其实已经跟九二共识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了 我甚至必须要严格讲 他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也就是说在一中的原则 当时九二共识还在讲 就是那个各自表述 可是你现在会看得到 如果今天在这样一个医疗议题上面 都可以因为这样一个政治的理由 告诉你不行 你记不记得之前 我们还曾经参加飞航会议 一样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也是讲说不给你这个 你只能来观察 你也不可以参加与会 不可以干嘛 那有些更严重的是说 你可能连观察都没有办法 你只能去旁边 那这样子对于民众来讲 那已经不是情感上的受伤 我觉得在这整件事情上 中国大陆其实必须认清的这一点 就是说两岸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况 基本上是台湾民众经过选举以后 所投下了一个票 投票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今天一直要在这个上 那只能这样讲 就是这个僵局就无限的扩大 因为现在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其实中国完全不顾台湾民意 既然民进党政府是民众所选出来 问题是他还是要强加这个一中框架 没有这个一中 其他完全免台 蓝旗要悬河 在这个部分 现在中国可以说完全没有国际上的压力吗 我们如果说看到有美日澳德法家 这么多国家都出声来支援台湾 但问题是 这些国家到底有没有实际行动 能不能对中国产生一些压力呢 我觉得关于WHA的参与 因为中国用的是 主要是行政决定的手续 在各国的支持 就像各国的原因 就跟任君哥所讲的一样嘛 如果WHA中的是全球之间的卫生相关的资讯交流 防疫相关的资讯交流的话 你少了一个重要的台湾 你可能在整个防疫上会有很大的破洞 那这个不管是病毒的追踪 或者是疫情的这个通报 那少了台湾就等于少了一个 网上面的一个弥补的空间 那在逻辑上我们都知道这样讲是对的 问题是中国用的手法就是 对不起我是秘书处 我觉得不要 不请这个人不发邀请函 那就这样混过去 所以我必须要坦白讲 外交部在这方面努力找了很多 相关国家的成员 直接跟他的这个副秘书长 然后进行抗议 不是做的不好 而是中国铁了心就是要搞你 我觉得坦白讲 WHA后续我们再被邀请 或是担任观察员的可能性 真的很不乐观 你觉得那些国家的这个出身 其实没什么帮助 还没有帮助 因为中国不准备理你 那同样的就像我们刚提到 写钻石的在澳洲那个会议 当地媒体批评很多 他说中方代表很不礼貌 没有遵守意识规则 可问题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不理你 我觉得台湾现在要重新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外交处境恐怕会持续往下走 而且国际间能够仗义直言 真正有效的不一定存在 也就是你刚刚讲这五国还是六国 通通有出来讲话 他们有没有进到国际间的道义 有 他们有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有 但台湾有没有受惠 没有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悲观一点 就是在这种封锁的状况之下 接下来台湾要怎么走 你要怎么继续在被人家封锁的状况之下 你还跟世界搭上桥梁建立关系 跟以前同样的活跃 我觉得这是外交部跟卫福部要重新思考 就是完全不一样 你不要觉得说我理所当然应该可以加入国际组织 现在没有 但在没有的前提之下 我们能够怎么做 我觉得外交部 国安会 甚至卫福部 要重新思考新的做法 旧的概念恐怕没有用 是 台湾的国际处境 是不是会越来越悲观的 来请教委员 在这部分 我方能够做的 现在就说 卫福部长说 我们还是要去日内瓦 那只能就说 场外跟其他国家进行交流 只能做到这样子吗 是这样 其实在阿扁总统执政的时候 我去跟着这个医界联盟 去各国游说 每一年WHA去日内瓦 我去了八年 连续八年 所以我非常了解这个状况 什么状况呢 世界卫生组织 他叫做世界一起来防疫传染病 一起来贡献医疗的资讯 一起来建立起 世界的卫生医疗防护网 这个说得很漂亮 但是呢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有一个网 破了一个洞 这个网就等于无效 很简单 就是这样 台湾一年光是桃园机场 我们还不要说什么 小三通的海运什么 光是桃园机场 每个月上百万人次 每年千万人次的来来去去 这个网破这么一个大洞 你跟我讲WHO WHA 有多大的功用 都破功了 是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我们每次去游说的时候 过程是怎样 只要有一点医疗尝试的 比如说医界联盟 护理师联盟 记者联盟 药师 检验师 什么跟医疗有关的 跟人权有关的 因为医疗人权 通通举双手赞成 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但是包括 这里面包括 各国的卫生部长 通通因为站在医疗观点 通通觉得台湾应该要加入 但是只要碰到政治 各国的外交部 就会退缩 这是一个现实 不过我告诉各位 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游说过程 医疗 医界联盟也好 这个官方也好去游说 跟我刚刚的状态都一样 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 我是国会议员 我代表台湾人民 我甚至还可以代表台湾的妈妈 来讲话 我要告诉全世界 台湾人民在世界 医疗卫生传染病这一块 是数一数二的 我告诉你 我们的表现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你如果不让我们参加 是你们的损失 不是只有台湾的损失 台湾有损失 但是世界的损失 绝不亚于台湾 为什么 我们在各种传染病 比如说病情肝炎 比如说各种的 包括各种的传染病 祸乱什么 我们都贡献了许多 每一次需要台湾贡献的时候 台湾从来没有缺席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惹毛了台湾人 我们学中国好了 Pray a bad boy 世界也要很头痛喔 这个医生不能说 因为医生他被教育就是 就算在战场敌人你也要医治 对不对 对 你们既然要讲政治我们就来讲政治了 如果真的要把台湾逼到墙角 其实是对全世界不利 这是第一点我要强调 第二点 我要告诉全世界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从来没有 没有例外过 从阿扁总统我在游说也是一样 支持我们的重要支持人 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的五国 加拿大日本 美国 德国等等的五国 一直以来都支持我们 但是到最后常常是无功而返 好 这个我就要问了 全世界还要这样受制于中国多久 真的全世界都拿中国没责吗 我们要继续这样吗 当然啦 如果你们还是继续这样 台湾也莫可耐辱 那些国家他们有实际行动 但是没有帮助 没办法是不是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虽然WHO叫做这个联合国的外围组织 但是他还是算是联合国的组织 他不是NGO 所以呢他必须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这一点 才能够加 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痛恨蒋介石 就是他就一句话就把台湾整个从联合国拉出来 变成国际孤儿 不过没有关系 我还是在说回来 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就是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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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贼不两立在那个时候 让台湾退出联合国 就是他 就是他一个人 好 我们话说回来 还是这件事 全世界还要继续这样多久 对 我们每一次 为什么我还是每一次的try 我告诉各位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一直这样 台湾的医疗 有没有因此 有没有因此而真的怎么样 其实也没有 我们是自立之强 那靠自己 是 我们不但自立之强 我们还帮助人家 好 那你还要纵容这样的事情多久 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我要这样再一次的提醒 你们都需要好好的来想一下 的确 其实全世界都会了解到 中国在国际间 到底是怎么样打压台湾 来请教明先生 在这个部分 中方说责任完全在民进党政府 这责任到底在谁呢 其实医疗国界嘛 那你在拼外交的时候 其实都蓝绿一致的嘛 当然就支持政府 那对于WHA的部分 为什么无法参加 总统有立场就说遗憾嘛 那就说表达强烈的遗憾跟不满 这部分也可以理解 那问题国安单位 事前有没有研判到说 昨天到昨天甚至今天收不到邀请函 事前的做法 还有总统的做法 譬如说只有发推特 为什么 我认为强度太弱 总统为什么不出来开记者会 蔡英文总统为什么不出来开记者会 我就说我们在争取 除了透过友邦 你台边上的 还有台边下的 为什么我就运作国安单位的 相关的研判是不是有误判 我觉得国安单位的 他的研判的层级跟 他过去包括很多 包括那个英国脱欧 还有美国大选的部分 其实还有那个太平岛的 国际仲裁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国安团队 你能紧张加强一下 我觉得真的有点误判 还有第二个我就说 如果当然今天总统 明显你觉得误判是因为 国安单位觉得还有可能有一丝希望 他们会发邀请函吗 你看他包括总统很低调 是说国安单位 到底怎么研判 整个想法 我觉得最后要公布 那总统今天就有发表声明而已 那立法院 民党的理论 就说大陆是绑匪这样 如果是大陆是绑匪的话 那是不是说 要采取强硬入场 立场就不要互动 那林权昨天接受媒体专访 也说要加强两岸进化互动 我就搞不清楚 你是要采取软的或采取硬的 如果民党立委讲的是对的话 那林权讲这个话 不是说林权不是任吗 林权克典要下来 为什么你说两岸加强经贸 就是两岸互盟齐 你是两岸要逛的 还是要逛的 讲清楚嘛 这会有矛盾 这会有矛盾 这根本就矛盾 还有过去 我们当然我知道 大陆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市 所以你都有 那问题是 你要把大陆视为一座大山 是一个障碍 你要跨过它 飞越它 或挖一个洞穿越 你总是要 这个阻碍你要跨越 你要跟它 找到解决方案 那现在如果真的没有解决了 那我也想问民营党 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七年有参与 后来去年民营党刚上台的时候 林宗言部长也是去了日内瓦 为什么那个模式可以通 那假设最后 WHA都没去了 我觉得我提醒民营党 WHA我认为那个比较像是 一个例行性的残位 还比较像是大拜拜 最关键跟人民实质相关的是什么 IHR 国际卫生条例 那是台湾从2009年 那个麻将务情绪加进去 那个很重要 因为那个IHR国际卫生条例 因为我们加入那个机制运作之后 后来我们勤流感 流感相关的病毒株 是透过这资讯平台拿到的 如果后来没有IHR 我们从WHA WHO IHR都被排除的话 那会有实际影响到 接下来如果发生什么国际的大型流感 或传染病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问题是在这里 所以说我觉得北京打压不对 该批评该谴责 可是当民营党 包括叶金委员 过去也批判说 马赞姆你们参加WHA 就是向大陆磕头 那个屈膝 就是说你接受一中原则 你们如果不愿意接受 国民党过去的模式的话 请找出你们的模式出来 如何确保国人健康安全 如何让国人参与国际空间的 这个想法可以落实的话 找出一条路 不是说只有批评而已 骂很简单 可是你们居然不要国民党的模式 找出你们的路出来 你们路在哪里 而不是只有批判 比如说我觉得WHA是个观察指标 那不去之后 我觉得两岸关系 接下来你看像李明泽事件 两个月 不然就解决 叶宜军过去 是勇敢的台湾人 可是他只有骂而已 你觉得两岸会走到冷战的阶段 我觉得如果在 不论是战略冷和 你看接下来 你看乍漆判 过去马政府执政的时候 钱送到大陆的时候 叶宜军委员在骂 那现在 你包括西班牙的 我们台籍乍漆判 也送到大陆去 叶宜军委员就不吭声 类似这样子的话 你两岸互动都完全装摆 停止的话 譬如说台商权益受到影响 那两岸互动这些 怎么维持下去 我就民党找出自己的路 你找出你的路出来 譬如说山在那里 你飞越嘛 挖洞嘛 或绕过嘛 找出你的路 你找出你的路来说服大家 是 来 我原来回应 发不响 拍不响 如果只有台湾不断地努力 中国都嗤之以鼻 都不理我们 我们也没办法 事实上是这样 跨越障碍嘛 如何跨越障碍嘛 是嘛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 我们不是没有努力 我们跨越障碍的 每一步 每一次的努力 不能把WHO的事情 拿来跟经贸来讲 那是两回事 我们有经贸的往来 不是没有 到现在还是有 虽然现在他们开始紧缩 干嘛要跟绑匪互动 如果是绑匪的话 绑匪不是我说的 但是他的行为 类似绑匪是事实 但是我们 那我们应该强硬一点 经贸就不要了嘛 如果照民党立场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 是你说还是我说嘛 你说好 让你说完好了 不然是啊 你们立场不能矛盾嘛 所以要讲出一种方向 立场一点都没有矛盾 我要再讲一次 我们不断的释出善意 在每一件事情 无论是在经贸 还是在卫生医疗传染病 还是在各种的司法互助 各种的里面 我们都努力要释出善意 跟他做互惠 双方互惠的努力 他一再的拒绝 一再的杯葛 一再的反对 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要做啊 我们没有因此放弃 我们继续做 他继续反对 大家都看得到 就像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 国民党一直反对一直反对 你总要告诉人家 你反对的理由 中国当然有理由 中国当然有理由 中国不断的 就是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 一直像刘生姬一样 一直说这个理由 那我们还是不断的 把我们的诉求 比如说卫生医疗 我们讲为什么 司法护柱我们讲为什么 两冒金冒我们讲 为什么 让大家认同 让台湾人民认同 让全世界认同 我们的主流价值来 其实虽然说 很多的这个民众 让大家认同了以后 自然如果主流价值 跟你一样 站到我们这边 支持我们 或者愿意帮助我们的 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的民众 虽然说这个知道 中国是很阿拔 但问题是 小国在面对大国 恐怕还是没有 硬碰硬的本钱 来请教人运 在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的 陆委会也回应了 就说两岸的关系 恐怕会渐行渐远 造成不可回复的巨大伤害 这样的情况之下 说实在其实已经在 其实也算是一种 跟中国说明 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但问题是 台湾目前就是没有办法 也只能透过一些 场外周边的一些交流 跟国际间做一些互动 那再来说 我们争取加入这个观察员 到底难度有多高 是完全不可能 那如果按照现在国际的现实状况来讲 你要参加这样的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 某种程度中国大陆 他一定有他的影响力 跟他的否决力的存在 所以这么多次 我们在刚刚在讨论的这一些 包含到明贤刚刚所提到的那个HR 因为他已经是把我们正式列为 这个国际卫生条例里面的组织运作当中 那接下来就是说 如果他到最后就是说 陈如刚刚明贤先生所提醒的这一块 就是说他如果到最后 让你从这个正式运作的体系里面 甚至都遭到排挤的话 那可能问题就会很大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务实一点进来看 当然明贤先生刚刚所提到的 另外一个部分讲说 那我们就干脆就是硬起来 我觉得当然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因为那就变成大家各自报复 我听过更激烈的讲法 不然你现在就跟他冲 你要这样做 他不给你这样的 我懂了 就是说明贤当然那个说 那个他只是一个提醒 或者我不认为他真心 会认为这个应该这样做 可是我们实质上回来看 我觉得政府他其实应该要有一个 也应该要有一个 自己的自我的提醒跟警惕来 就是说也不过就在前几天 蔡英文总统才接受媒体的专访 提出了他对于两岸的 这个所谓的三个心 那这个三个心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说新闻券的部分 然后还有两岸要创造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互动 还是什么的那个状态 那看起来中国大陆 其实透过了不让你参加 WHA的这件事情给了你一个答案 那这样一个答案 其实我认为对于这个总统才刚提出来一个 叫做两岸的一个三星的这一块 某种程度来讲 他遇到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 接下来可能就会进入到刚刚明显所提到的那一块 也就是说国安单位他能不能去就是接下来你以后的每一步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国际组织上面的运作 他每一年在不同的时辰里面 都会有不同的国际组织 那随着不同的事件的发展 比如说像民事这边也一直都很关心到 您刚所提到的这个这个李明哲的那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其实越拖 对于民众来讲 那台湾这边他一定会累积一定的不满程序 他这个不满的情绪他一定会累积说奇怪怎么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子做 我们也不去跟他冲撞不去跟他干嘛 但是却换来了一个是在国际上面 可能不只是在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个冷冻 甚至连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面 那个被冷冻的状态都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台湾这个一定会累积这样一个不满的情绪 那这个接下来总统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你那时候你已经很多人期待你的两岸的一个新关系 我觉得他那时候也提到了说 那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局势来讲 这个所谓的新问卷是不是应该两岸来共同来回答 那看起来中国给了一个在yes or no之间 他给了你一个no 那接下来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去走 说实在中国如果永远高傲在上 是 台湾永远没辙啊 所以我就讲这个在这个真的是国际现实 那你你只能去诉求其他的友邦帮你发声 过去我们在检视的时候 其实我讲说台湾真的很可怜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怎么检视我们国际友邦 有没有帮我们 那个每次联合国大会 有多少国家出来发言 挺一下 我们就开始计算 一个两个三个 我今天加两个 阿弥陀才减减 如果说他发声这个力挺台湾 恐怕后面又要要求什么样的这个代价 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国际现实 国民党也执政过 国民党也很清楚的知道两岸不是说 今天大家在那里拔嘴 你不要我也不要不然来拔过来 看以后大家拳头 我觉得也也不是做到这个样子 所以持续性的发声 我认为是我们目前能够做的一个我不能讲唯一的选择 但看起来是一个能够走出去的途径 只是我也必须要讲 就是说过去我们曾经有很多的发声团 你要干嘛的干嘛的 在场外或什么的 那有一些民众 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我认为想说 那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由政府的组织正式出面 比如刚刚林明贤提到的一块说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正式开一个记者会 正式发一个声明 或者会比你在推特上面的发言来得更有利 虽然推特也是一个 很容易被大家看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多管齐下 其实对于政府现在来讲 请记得因为现在民进党政府已经提出来了 两岸里面他有一个所谓的三星 这个三星在第一阶段 看起来中国大陆给了你一个 不要的这样一个回答 那后面该怎么走 其实我倒觉得要看后面的 这个两岸的互动会比较更新鲜 其实我们听下来 我们台湾能够做的真的也很有限 你不管是推特或是开记者会 其实效用大家也都应该心知肚明 应该是不会太大 来请教学人 在这部分两岸关系会遭到什么样的程度 从冷核到冷战 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台湾 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 我觉得坦白讲 在这边对国安团队做出来的呼吁 就是往越悲观的方向走规划 往越小心的方向走 越合理 因为坦白讲现在中国 其实他大概已经对各代表团 或是在各个国际组织里面 这个代表人物 他已经放手让你们去做 那唯一的目的就是 这个没有承认九二共事 那我就尽可能的让你在各个组织 全面封杀 所以坦白讲以前有人说这个两岸关系会不会进入冷核 但现在看起来是进入冷对抗 会不会再有下一个阶段进入冷战 恐怕以最悲观的角度来看是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要呼吁国安团队这样做 就是他对内要说实话 他对内要讲的是 我们最悲观可能觉得会比现在还糟糕 那我WHA很有可能真的去不了 那当然我可以理解 大家为了面子问题的说 我们还在努力 还在最后一刻 我们不停的做 但这是真的你以为 还是你对民众这样子沟通 我觉得大家要讲坦白 现在如果你两岸关系 已经完全进入冷对抗 然后参与文政府也没有任何的动机 跟想法要承认所谓的九二共事的话 那就这个恐怕只能继续对抗下去 那持平而论 国安团队要做的 恐怕是要巩固国民的心理准备 那你以后最好不要给我出国当诈骗集团 我们救不了 你一定送中国 你一定送大陆 你一定在那边关到你 下次再也不敢诈骗为止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对内 你还是要沟通清楚 你不要让很多人以为说 没有问题 我到世界各地去 我还有很大的保护伞 如果两岸进入冷对抗 恐怕没有了 的确两岸关系 未来恐怕民众要有心理准备 先休息会稍后再来关心 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那么国民党四度瘫痪立法院 要瘫痪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本身在批评有关轨道建设的部分 拿高雄监狱来做批评 是否公平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国民党团持续文攻杯葛 变更议程提案来拖延院会 甚至自己党团的提案 党内立委都反对 来看VCR 立法院认会副院长蔡其昌 才开始进行报告事项 国民党立委 却一直对自己的提案提出异议 让朝野立委们 在议场内一番唇枪舌战 眼看国民党又采拖自绝 蔡其昌干脆宣布休息 进行朝野协商 但国民党四度杯葛院会 让一般民生法案毫无进度 蔡其昌忍不住批国民党 别再闹了 前一天朝野协商 看似有结论 但民进党立委总召 柯建民却出面批评 国民党总召廖国栋 明明协商好了 回党团沟通 却被党内鹰派立委翻盘 难道国民党团 真的群龙无首吗 我们的党团突然拿了一份文件 这个文件的内容 后来我们发现是 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 重新谈 我们不是来来回回再谈 而是有了新的一个 白纸黑字的文件以后 我觉得我们要重新谈 国民党现在是陷入 没有领导中心 那到底谁讲话算数 到底是要退回从你 或者说他讲的是在留子孙 或者是是在绑装 他没有分到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逻辑 国民党不仅在立冤杯葛 立委费洪泰 赖世保和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还共同成立反前章网站 让民众献上联署 累计四千多人 诉求重审前瞻计划 其实你消费的议题是拿 跟全民生活相关的前瞻计划来消费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蛮遗憾的 我们希望院会能通过决议 希望林全率领 参与决策支部会首长 及政务委员到院会里面来 报告跟寻导 好我们看到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国民党半个月来 天天都在杯葛 都在瘫痪立法院 来委员在这个部分 那国民党团 他们自己是不是意见也相左 也变来变去 不断地在变 那再来就说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现在感觉上是不是也被污名化了 不只半个月 3月31号前瞻基础就已经赴委了 从院会赴委了 然后这中间呢4月开始 4月初开了6场公厅会 到21号开始 进入委员会的实质审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杯葛 一次又一次 先是说邱逸赢不行 要换招委 那时候呢我们也跟他签了 白纸黑字哦 刚赖廖国栋讲的 现在国民党比较麻烦的是 他白纸黑字 朝野协商 一直运作有立法院以来 运作朝野协商的白纸黑字都不算数 说了都不算 签了名都不算了 真的整个就乱了套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要什么 白纸黑字不算 然后委员会的时候 他要杯葛要乱 不给我们开 然后呢到院会呢 自己提案自己反对 又不给院会开 那好那你不给开 你到底要什么 又说不上来 为什么先是廖国栋来跟我们说好 我们说好了 然后我们就写了 写了回去廖国栋回去说不行 林维州反对 林维州来了以后又说 怎么样怎么样 又修改了修改了再回去以后 就没完没了 又赖斯堡反对 又废宏泰反对 然后就没完没了 一直到现在 你看从三月底 复委到现在已经五月中了 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们其实是想要好好的来谈 我要一再的提醒国民党 做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 不是只有杯葛 不是说你不可以杯葛 你可以杯葛 你可以反对 但是你必须要论述 你必须要对社会大众 对台湾人民说清楚 讲明白你在杯葛什么 你为什么杯葛 然后再来是你要什么 你要的这个东西是真的为了台湾人民 为了这个国家好的 这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 要不然我真的替国民党担心 你们恐怕支持度不是只有这样 还会再继续我们下调 来来明显 这部分前单条例到底是在反对什么 国民党 我也是资深我员 审过总预算 中华民国总预算你们审多久 你们审多久 至少从九月 如果下位期要审了 从九月至少审到一月 多久半年 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 多少 大概1.8 1.9兆 这次的前单计划 中央加地方配合款 1.5兆 要跟整个一个年度的 中央政府总预算 一样的 两个百万要过 这不是闹天下道话吗 在野党不用监督吗 如果今天民党认为说 前单计划的条例很棒 预算都该编列 马上比较 民党多数席次 马上比较党产条例 甚至动用警察权 把国民党立委抬出去 民党敢吗 他们敢吗 国民党愿意这样抗争 因为有社会支持吗 你以为所有舆论都在批评国民党吗 没有耶 自己帮帮看 我原自己心知肚明 你鼓励我们这样做 自己心知肚明 你看嘛 该监督就要监督 你讲认数 我认数给你听 除了预算 没有调话吗 没经过可行性评估 什么叫可行性评估 我原自己当过 我原自己很清楚嘛 你也没有经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没有大于 可行性评估没有做 那环品有没有做 我举个最简单好了啦 绿资呢 水资源你们最 讲最大声吗 要喝好水 要不缺水 结果苗栗啦 苗栗的天花湖啦 南投的鸟水潭 那些都通过环品 这也列到前瞻计划里面 可是这些地方抗争 你应该让他先说 我再来回头 这些要怎么去处理嘛 还有他们在讲说 你不对 你们新北 像你们市长朱立伦 也有在争取 那为什么立法院在反弹 朱立伦争取的是 八项已经经过可行性评估的 这些是有计划的 行政院核定的 可是你行政院核定了 你们自己的南部县市 各县市爆出来前瞻 24行没有经过可行性评估 这样就要通过条例 我觉得如果在野党 没有捍卫到底 没有坚持到底 没有 那个行政院 没有把整个案子 撤回去重编的话 在野党绝对不可能松手 如果在野党松手的话 就是失职 来委员 这赵明健所说 前瞻条例是空的吗 都没有可行性评估 绝对不是 来第一 现在审的是条例 是条例 条例先审再审预算 条例通过了以后 预算还是要委员会 还是要立法院严审的 但是光是条例 到今天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是你们杯葛的结果 所以你如果要鼓励我们真的用强力抗争的 我们也最后 你倒用警察权啊 你去抬嘛 没人倒用警察权去抬啊 你讲完没啦 你讲的时候我都没有插嘴呢 好不好 来委员继续啦 让我跟你解释清楚啊 这个条例通过了以后预算是什么 预算还是要可行性评估 预算还是要立法院严审 预算是两年 还是两年两年 你们讲说谁知道你们这个下一届的总统是谁 没有错我们也没有自得意满到说我们一定 但是我们会努力所以我们很负责任的 两年一个预算顶多编到明年的 我们这个预算是两年 我再跟你讲一次两年两年 而且绝对不是说两个礼拜通过 光是到今天为止已经一个半月 我已经跟大家讲很清楚了 3月31号 3月31号复委以后 在第一3月31号跟第一次的公听会 之前就白纸黑字朝野协商说 开六场公听会 然后进入逐条实质审查 不干扰意识进行 白纸黑字你们还是干扰 完全没有诚信可言 那我问我原一句 前男计划你什么时候知道了 涉及到这么重大的案子 要花到我子孙我孙子的钱 为什么蔡英文竞选的时候 一个字不停 你只有520 520蔡英文就只演说 打用空调就好 蔡英文拼经济的部分就讲说 五项创新产业 后来5加2加了多两项 最后就变成前瞻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么重大的预算 你要提出来说 我竞选的时候就提嘛 一个字都不提 那你东凑西都拼出来 台南缺帽子 高雄缺帽子 东凑拼凑 把我子孙 把我儿子所有预算的钱 所有花光光就是再留子孙 即使竞选的时候没有提出来 这个商人最后不能提吗 这个是很可笑 这么重大的预算 这比较可笑嘛 这个非常可笑 这叫无赖啦 这叫花光子孙的钱嘛 好来的 我一直学 你叫做再留子孙 我叫做投资未来 投资未来 没有一个政府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为了要让子孙有好日子过 我们不能够两手空空 只有喊口号 我们不是只有杯葛 我们要很负责任的做事 所以这个是投资未来 这些事情呢 每一样预算 还是经过立法院审查 还是要环境影响评估 还是要可行性评估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做 不能够只有杯葛 你到底不要做哪一样 你就直接了当的指出来 说出来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你不能只有用杯葛 不断的杯葛在杯葛 完全不进入实际 蔡英文竞选的时候 讲了大概100次的财政几率 你财政几率在哪里 举债在多少吗 对不起 您全是学财政的 蔡英文讲说举债 一年举债 不能超过前三人 好来我们时间给学恩 学恩怎么看 这个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会如国民党所说 是一个空的 没有可行性评估的 一个巨大计划吗 我觉得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现在在讨论的 其实应该是 民众是不是真的 对每一个顺序 跟花费的比例 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记得 这是民进党 本身公布了民调 现在他公布了五大建设 因为我们谈 比较细项的东西 五大建设 支持最高的部分 是水环境建设 占82% 都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但支持最低的 却是轨道建设 只有53.3% 所以我觉得其实 民党可以顺便利用这个机会 因为我讲坦白一点 国民党就是要拖 这个没得谈 你跟他讲什么 到底都没有用 他至少短期520 长期他搞不好要通过今年 但民党政府可以趁这个机会 稍稍思考一下是 第一个 轨道建设花最多钱 四千两百多亿 但结果民众觉得必要性 却是五大建设最低 这个排比有没有问题 到时候可能要做一个条件 然后再来 如果民众觉得最需要水资源建设的话 他的花费的金额 却不是这个第二高 那你是不是要做调整 然后再来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刚好最近有讨论到 有人证据劳动部的那个劳工扣角的这个资源排出一个全国各县市的薪资高低 那我觉得民党也要思考一下 薪资高低 会不会可以作为前瞻基础建设的考量 因为你如果在后五名 譬如说像澎湖台东 这些县市会不会因为他们的人收入比较低 因此基础建设应该要给更多 而不是在你那个排名里面 譬如说新竹市新竹县 然后台北市新北桃源 还在前五名的时候 你给他的轨道建设 或是给他的前瞻基础建设的费用比例 却比较高 我觉得刚好民进党趁这个机会 因为你知道国民党 你现在讲到他目标跟你不一样 你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 重新思考一下配比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两个新的数据 都是最近出来的 如果你能够重新调整 譬如说相对收入比较低的地方 给更多基础建设 民众觉得最需要的水资源建设 调配更多的比例的时候 我觉得你如果民党在这个部分 再做改善的话 国民党的正当性会慢慢的消失 是的确如果说民进党想要推行的更为顺利 刚好趁着这个民意 是不是做一些调整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在立法院被国民党四度的杯葛瘫痪 来请教杨俊 在这个部分 如果民进党政府想要推行的比较顺利 是不是在这个建设条例当中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其实我觉得大家想太多了 因为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在立法院那个叫做前瞻基础建设 特别条例的草案 其实11条 那这个11条里面最有争议的 其实应该是在第7条的部分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 八千八百亿的这个预算 他不受预算法23条的限制 也不受这个在举债的部分 也不受公债法第五条的 跟第七项的那个限制 但是这个的条例 其实在在野的部分 大概不是只有国民党反对而已 就是说你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举债之外 另外开了一条门 虽然民进党在这里面 有提出来讲说 他这个举债的部分 是受到公债法里面 你不能够超过15%的限制 另外还有一个举债额度要维持 这现有债务占那个GDP的 百分之三十四点六 但是虽然你做了这一个 其实我们会回来看的时候 会认为说 他把整个的举债 其实已经拉到了一个极限 那我就必须用 当时前行政院长 陈冲的一句话 他讲说 那个是为了发消费券 那后来整个压缩了 政府的举债的这一个上限 那你压缩了那个举债的空间 导致你后面有很多事情 真的到时候又想做的时候 又没有办法再做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那十一条里面 真的有问题是这个第七条 那这一块其实我倒觉得说 民主党政府在做 因为我刚听到业委员有讲说 其实他那个部分有 大家有在协调过 但是如果我们就光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各自在 那个比如说绿能 轨道这些里面 你如果去看他的轨道的 那一块的计划 他的前七年还前八年 基本上是用这个 也就是说我透过所谓的另外 一块用一个特别预算的方式 可是第九年开始 他去回到了一般公务预算 那这个里面就有差别 有什么这段你要用那一块 所以那其实这个是两块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大堆 其实属于后段 也就是说当你预算的法源取得了之后 你后面要怎么做 其实在这个 在我印象中在这个条例的 这个第八条里面 他就有告诉你讲说 你如果要做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个可行性评估 要什么 那个其实在有 在这里面都有 所以这一次是为了要取得法源的 预算法源的部分 产生了这样一个争议 可是你如果都不碰触 我也必须要讲 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认为朝野必须要共同努力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第七条这个东西是有意见的 那各自其实在这个部分进行讨论 因为我想地方的建设 没有人会讲说不行 我不要 我通通都不要 即便朱立伦或任何人讲说 我要去争取那个可行性 已经评估过的 经过环评那些 对不起你预算也是包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第一个法源的部分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后面我们空谈说什么 你这个东西要调怎么走 那个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争议 其实来自于这一块 就在第七条的部分 如果行政部门 他今天真的有这个诚意要解决 立法部门其实可以跟行政部门 先就这一个 因为我想因为我很清楚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现在的争议其实是在这一点上 而不是在大家上面 我来说明 第一我完全同意 学恒刚刚所讲的 如果国民党真的能够听学恒的话 前任计划就表示完全OK 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三四十%的人反对 新北加台北双北加起来 就台湾人口就差不多占三四成嘛 他们都做好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不要不要不要投资到中南部 这很不公平喔 甚至国民党委员还讲说你们南部人拿着锄头去坐捷运吗 这种藐视的话真的会让人家生气 所以呢我完全同意学恒刚刚讲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样 至于预算刚好相反 因为这是特别预算 所以我们的整个政府的预算呢完全没有脱离 还是在轨道上完全 你经常这样 你如果现在都放在原来的预算里面 将来永远就